事实上这个赖清德 他也不是第一篇 林玉婷的文章 事实上在星期天的时候 他就已经脸书发文了 可是我必须要说 那篇发文实际是不痛不痒的 那我也要请教立文姐 为什么拖到现在刚好 林玉婷打进了 拼进了金牌战 赖清德才硬起来 那么另外一方面 请导播给我们看一下 秀给大家看好了 刚刚扣子姐是她也好凶 是怎么骂的 立挺林玉婷 采取法育行动提高 跟奥运节不结束有什么关系 魂球体育署 那另外一部分 还有教育部经回应 比赛过后来处理 会针对国际权总 寇姐说这什么回应 民党执政就一天到晚 被这些无能歪脑 扯后腿的事务官欺瞒 事务官 你看她特别想说事务官 我刚刚就讲了 我觉得他们会拿国际权总开刀 并不是因为他们立挺林玉婷 是因为国际权总说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不是吗 看起来就是这样 那天记者会就扯到这个 他其实这样 不然他为什么不去骂JK罗琳呢 因为JK罗琳是白人 是英国人 所以他碰都不敢碰他一下 JK罗琳什么都不是 也不过就只是一个作家 畅销作家而已 那你就任由人家这样子公开的羞辱霸凌 然后没完没了 这JK罗琳已经被大家谴责了 他还继续呛 他也没啪 不分国际的人都看不下去了 结果他还有这么的嚣张 那我们你要帮他撑腰 你应该去呛JK罗琳才对 你应该第一时间就去呛了 他为什么等到这个时候 我看起来就是因为这个 250的国际权总 什么事情也没解决出来 不知道干嘛的 然后莫名其妙讲了一句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就结束了 他根本是冲着这句话 去找国际权总麻烦的嘛 国际权总如果没有讲这句话的话 我看赖清德也是尾巴夹着 什么也不敢坑一声啊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这有什么好说的呢 看了我觉得这个 玉婷的这个EQ真的很高 那这是起来有致的 因为他为什么会学权 也是因为小时候看到自己的妈妈被霸凌 然后他自己可想而知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难免冷言冷语 或者是有意无意的这种霸凌 所以我认为他是从小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头 淬炼出来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要练权的理由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虽然我们很心疼 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说如果你在学校里头被霸凌的话 就应该真的要去习武啦 就学拳击或学空手道跆拳道 你起码让这些其他的小孩 不敢在肢体上面对你霸凌嘛 他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理由啊 所以呢他就去学了拳击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 他的天分 他的苦恋导致他今天的成就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的心理素质 他看多了啦 这些不会影响他 否则的话你想想看 他根本这个GK-20根本就故意的嘛 那你就是影响人家参赛的心情嘛 如果我今天林玉婷 他非常的玻璃心的时候 他很脆弱的时候 严重影响他的心情 会不会影响他的表现 一定会可是他为什么没有 甚至于他被记者 被媒体问到的时候 哇你看他知大度啊 那充分的展现的 完美的展现了奥运的 运动家的精神 就不管是在体能上面 技巧上面 还至于他的心理的这种 整个成分上面 展现的无比的强大 我觉得这个才是 真正的台湾之光 这个才是真正的 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对象 那相较底下 赖清德就只是个小丑而已嘛 对不对 连呛下来不知道要呛谁 不知道什么时候呛 不知道怎么呛 你还真的以为 林玉婷稀罕你帮不帮他呛吗 对不对 你根本就是随便你啦 对不对 那他有他的坚持 人家有人家 在运动场上的一个表现 让我觉得这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难得 更让大家更心疼 更想要为他抱不平 他还反过来安慰大家 对不对 他反过来 所以你看看 这真的是不一样 在一场奥运的比赛上面 其实你看到的 当然是当下比赛的这种 精彩绝伦挑战人类的极限 还有背后苦练 以及每一个运动员出生的 这种动人的故事嘛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有的人输得起 有人输不起 对不对 有人赢了以后是什么样的德性 赢了以后也有赢的风度 对不对 那这一些你看看 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学习 也看出来每一个人的 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说他的内心 到底是否强大 然后呢有的人就靠了国家 去帮他争取 你看这次罗马尼亚的那个 连总理都很不出来了 都觉得说我们被美国抢走了 我们的铜牌等等的 所以刚刚风心也在讲 就是说你们这些青鸟们 真的没见过世面 也没有什么心理素质 也看不懂奥运所要传达的 给所有全人类重要的讯息 通通都不有 就坐井观天 然后为了你这么一个 莫名其妙的这种狭隘的 政治上面的意识形态 说三倒四挑三减四的 这些不但没有办法 帮到我们的中华队 反而闹了很大的笑话 我也同意啊 你说像潘展乐这种 他一次挑战世界纪录 突破1.1秒 这个不该报导吗 我都好觉得好奇怪 他为什么报导的 以刚刚的比例来讲 台湾其实比较多报导 这其实因为他这个简直就是 这个全世界都高度关注嘛 这个完全符合应该高度报导 而且他不只是他在 100公尺的时候这么 让大家下巴都掉下来 眼珠子都掉下来的破纪录 然后他在400公尺的这个 接力里面的最后那一棒 他又破了他自己的纪录耶 我简直是觉得说 怎么会有这种 天底下怎么会有这种事 那这个不该报导吗 还有被漏掉的 就因为他名字跟我插一个字 郑清文嘛 所以我就 我就特别 特别注意嘛 而且你看他走在那个巴黎的街头 像不像是个名模 那个feel 但重点是他也是破了百年魔咒 女子网球耶 我老公没有看 我跟我老公看 跟我老公讲的时候 他说真的吗 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啊 就是说你这种东西 怎么可能不报导呢 它是跌破全天下人的眼镜 打破了多少的魔咒 创下了多少的记录 突破了多少人类的界线 那这个东西不应该报导吗 这不是很奇怪 你说如果今天 中国大陆的表现也不怎么样 那然后我们一天到晚播他的 那这个东西就奇怪了 人家是拿了冠军 破了记录 不能报导啊 那不能报导就显得我们小气了嘛 如果不报导的话 中国大陆就不会夺金 如果不报导 中国大陆的经济就会垮 如果不报导 中国解放军就会解散 那哇你们太厉害了 那我们台湾的媒体 不就决定世界的走向了吗 对不对 那干嘛还美国制裁中国呢 那干嘛大家这么的痛苦啊 这么的难过呢 对不对 如果台湾的媒体这么厉害 都可以决定中国的命运 决定台湾的命运的话 那太简单了嘛 就不是这样嘛 你这个不是很好笑 笑死人吗 那全红柴因为他有他自己 个人的这种特殊的 这些人有他特殊的魅力 对 因为他特别的可爱 然后特别的直率 那这个潘展乐也是一样嘛 19岁大男孩 阳光大男孩 就是他就是天生带着这种 吸引人的魅力嘛 所以他才会征服全网啊 那你这个东西不报 你不是很好笑吗 然后这个哎呀 我觉得台湾的这些青鸟 真的是够了 可以了可以了 那至于林玉婷啊 我们就是希望他 能够好好的表现啊 你就话说回来 也不是中国大陆啊 你说那土耳其的 51岁大叔没有占版面吗 对不对 占版面习版 对不对 那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很戏剧化 对对 看有看头啊 他也没有拿金牌啊 那为什么媒体 全部通通要播一个 土耳其51岁大叔呢 对不对 大家为什么这么爱看他呢 就是爱看有他的道理嘛 你非要强迫 大家什么都不能看 难道要把这个 全部通通马赛克掉吗 然后把中国大陆参赛的 都当作他们没有不存在吗 你这个不是太好笑了吗 这样子的话 你们的爷爷 还是阿公还是阿爸 美国队就能够拿冠军吗 也不是这样啊 对啊 不过我觉得话说回来 这个JK罗琳这么的恶劣 这么的糟糕 真的是超乎我的 这个理解跟想象 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白人他们傲慢了200年 他已经变成就是说 他不自觉的 他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 所以啊 我觉得我们从小的时候 都被教到说 我们要洗血裹齿 不要被这个洋人 当作是东亚病夫 对不对 我第一次 我是说真的 这次的奥运赛 我第一次有深刻的感觉 就是说我不知道 还有几个人记得小时候 有学过就是 我们以前被人家笑是 东亚病夫 原来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而且你看潘展乐 他是南方人啊 他也不是 他也不是北方人啊 对不对 所以啊 那那个谁 全红禅也是南方人啊 所以说实在的 全红禅可以 潘展乐可以 台湾人应该也可以做得到 对不对 就是应该我们拿来 加油加油 对啊 激励自己 激励自己 大家加油 我要推荐给大家 一项新产品 是我非常喜欢的 在最近中天 推出的新品牌 如会保湿舒缓凝胶 它擦了之后呢 除了可以缓解 日晒之后的不适 最重要的是 可以作为日常的肌肤保养 所以您只要看完 接下来影片之后 您就可以清楚了解到 如会保湿舒缓凝胶 它的功能了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w Your Care